你的那一字就是沒什麼感覺 什麼我的那一字沒有什麼感覺 你講清楚了 卡卡卡卡 不要錄了不要錄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雲棒 今天我們要來看一下這個 米加水離子吹風機 說真的小米東西大家都喜歡 可是小米的東西雖然都很便宜 可是不是每一個口杯都很好 那我自己啊 就有些東西喜歡有些東西不喜歡 那今天這個吹風機 它只賣995元 說真的我也很好奇 這麼便宜不到1000塊的吹風機 到底好不好用 所以我都特別買回來給大家開箱 用用看我也沒用過 好吧那我們就先來開箱看看 OK Let's go 欸 是我自己買的 欸不是不是 是我自己買的 好那我們就直接來開箱吧 那它的包裝其實就很大一個 那重量也蠻沉的 先打開來給大家看 包裝很紮實 一罐的小米作風 還有說明書先拿出來 整個紙盒先抽出來 好我們把吹風機拿出來 這次米加水離子吹風機啊 它整個外觀就很白色 摸起來手感非常的細滑 然後這個就是很米加一系列家電的感覺 我拿著它的感覺就很像拿著米加的吸塵器一樣 一樣的紮實 一樣的沉穩 小幫手你來拿拿看 好 你拿起來感覺怎麼樣 你覺得重還是輕 我覺得跟一般吹風機差不多耶 那你會想把它帶著出國去嗎 旅遊的時候 可以 如果它的風量就是夠的話 我會想帶 因為飯店吹風機 基本上就是要吹很久 然後又很熱 真的 我每次 像我現在頭髮流比較長 我每次在飯店吹那個吹風機 就是想跟它拚命 對 對 只要用那種飯店吹風機 那種微弱的 像那種嘴巴吐氣一樣 我就會給它擦平 還會突然斷電 對 好 那這一支吹風機啊 它標榜了兩個特色 一個就是水離子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它會有 過熱保護 跟冷熱風交替 那什麼意思呢 我們先擦電給大家看 好那我現在把電源擦上 那這一次它標榜的是 它有暖風 冷風 跟冷暖風交替 那也就是說 它可以在你吹頭髮的時候 讓你冷熱風交替 讓你的頭髮 不會因為過熱 而導致蛋白質層的破壞 吹風機這個東西啊 你光看畫面啊 這樣子也會無感 沒關係 我們今天準備了 三支吹風機 還有這個 溫度測試劑 就是大家每次進一些公開場合 它會測你的溫度 還有這個風量測試劑 這是我昨天跑去買的 那我們就用數據來講話 來測測看給大家看 看這支吹風機 到底能不能買 首先我們要測的是風量 那我們要測的距離啊 就差不多是我們 平常吹頭髮的這個距離 這個距離差不多就是 30公分左右 好那我就對著30公分 這樣子去測它的風量 最大風量 好這一支是Panasonic的NA98 那再來這一支是我家在用的 這是Descom 然後PCD5000TW 那一樣是30公分 好第三個 我們只要995元的小米車風機 好剛剛測完風量啊 然後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一支最貴 它要價6000多 它的風量當然也是最強的 它的風量是9點多嘛 然後再來第二支 它是要價3900 然後它的風量是4 可是這一支最貴的 它不要1000塊 它的風量是介於兩個字 它有6 大家看數字啊風量表 你應該不曉得那個數字代表什麼意思 沒關係我現在距離我們家小幫手 1.5公尺的距離 我這邊有一個捲尺 好那在這邊1.5公尺的距離 然後我就在這個距離 然後去吹它的頭髮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頭髮 在這個風量啊這個距離 那用最大風速去吹它 它頭髮飄起來的程度 那先登場的是 Panasonic 98這一支 最大風速 再來是X-Pan5000D大陸 再來是小米水溶機 我真的覺得跟風速表的那個一模一樣耶 真的聽到說你的感覺最大 最大了 對 然後你的那一支就是沒什麼感覺 什麼我的那一支沒有什麼感覺 你講究什麼 不是 不要錄了不要錄了 風大不代表它就很厲害 風大只是可以讓你髮量多的時候 吹得比較蓬鬆 然後比較快乾 但是 溫度才是重點 頭髮都是蛋白質組成 如果你頭髮經過60度以上高溫 去封條 欸不是封條 60度以上的高溫去吹的話 那你的頭髮會很快變直 所以你的吹風機不能越燙越好 你要能夠維持在60度以下的溫度 那你在吹的時候會比較舒服 好待會我會請小幫手背對著我們 然後頭髮綁起來讓我吹一下 那待會我會用三支吹風機的最高速以及最高熱度 然後來模擬我們在做造型的時候 吹10秒鐘 那吹完之後我們再用測溫槍來測它的溫度 好10秒鐘 馬上測 差不多46度左右 好接下來是我家的TESCOM 吹風機 那一樣最燙最熱 馬上來測一下 67 67 67耶 也超過60度 哇那我家這台就是 風又不強 然後又很燙 好再來就是小米吹風機 我們一樣要轉到最熱 好上來測一下 55 建於60以下 但是又平臨60 雖然溫度算是很高的 但是又不會讓你的頭髮受暑 這個溫度維持得剛剛好 好我們剛剛用了儀器啊 還有我們小幫手來幫忙 其實在家裡啊實驗我自己吹頭髮的感覺是 我覺得它比我家原本的那隻吹風機 吹起來的感覺還要快 那它標榜的水泥質啊 我覺得水泥質坦白講沒有什麼感覺 我沒有感覺到有特別的鎖水 或者是特別的保濕 沒有 這應該跟你家的洗髮精 比較有相關 但是它的風量跟它的溫度啊 我覺得是特別有感 你用熱風的時候會覺得它特別的熱 但是又不會到燙手 然後它還有一個功能就是冷熱風交替 它會一下熱風一下冷風 這樣輪流吹這種 好像快要熱起來的時候 它要把你降溫下去 所以你的頭髮就會保持永遠在一個溫度 然後它不會過熱 也不會讓你覺得吹到不舒服 它還有一個東西喔 就是磁吸式的風嘴 一般的風嘴是採用卡榫式的 那就是卡上去 可是它是採用磁吸扣式的 這樣靠近就會吸住 那不用的時候把它拿起來 那透過這個磁吸式風嘴啊 你可以去調整這個風的吹下 那你可以做造型 平常不用的時候把它取下來 然後放著 那你要用的時候把它吸上去 這個我也覺得很貼性方便 如果認真要講它有什麼缺點的話 我想就是不能遮臉 我真的找不出什麼缺點 好啦 以上是這個小米995元的水離子吹風機 那是米架吹風機 我覺得真的非常值得購買 才995元 然後還比我家原本那支3.9的還強 真的是很值得 以上是今天的影片 那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OK 我是雲棒 謝謝大家 掰掰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